Lets Unbox! 我是刀� 今天會開一件東西 很多朋友問了很久你開不開呀 什麼時候開的東西 究竟是什麼呢? 你叫我今天我要手機拿著鏡頭 為什麼呢?因為實在太大盒了 今天跟大家爆箱的就是 沒錯,今天要開的是CSM的一個派身的新鮮 今天會開一件東西 很多朋友問了很久你開不開呀 什麼時候開的東西 究竟是什麼呢? 你叫我今天要手機拿著鏡頭 為什麼呢? 因為實在太大盒了 今天跟大家爆箱的就是 今天要開的是CSM的一個派身的新系列 叫做CSG 作為這個CSG開頭第一件產品 它是選用了這個KUGA的太彈方的劍 是有一點奇怪的 就是想不明白 沒有所謂啦 我自己本身對這些大把武器的玩具 我也是很喜歡的 最怕出到成把 撐到這麼小的 好,開來看看先 開! 嘩! OK,開了出來 看到了 很有型的 新的Local CSG 之後呢 有一個Laijingu Form的泰坦 然後後面呢 有一個普通的泰坦 OK 上面也有一些Lindo的文字 我看不明白 如果有兄弟可以解讀這幾個字 就告訴我為什麼 我認得這個 這個是戰士的意思 KUKUKAKAZABISA BAKINGU BINZAZU 我亂說而已 不知道 好,然後呢 拔了外殼之後 就全黑色的盒子 都蠻漂亮的 簡簡單單 好呀 I SORRY 因為實在太累積了 好大盒 我簡化了開盒的程序 直接拿出來 好,拿出來是這樣的 好,讓大家清晰一點 看看先 劍身上面呢 就很清晰看到很多關於Lindo 關於KUKAZA的文字 雖然我看不明白 好,嘩 中間的寶石 它很漂亮 好像幻彩一樣的感覺 感覺上面 好像開了螢幕一樣 很漂亮 雷射做得 真是不錯 好,另外 劍柄 也是很漂亮 層次感 做得很好 金屬顏色 大家都留意到 我沒有關這個蓋 因為這個位置是入電位 開關都是藏在裡面 這個柄位置全金屬 所以很重 嘩 泰坦方式 轉方式的聲音 好了 開完鍵之後 我們可以吸收起來 好,我們先試試 劍柄上面 有兩個按鈕 一個小的一個大的 小的這個 就叫做攻擊音按鈕 輕按試試 好 OK 這個叫做泰坦劍出現的聲音 就是由那個電單車柄 變成這把劍的聲音 OK 攻擊音只有一個聲音 上面這個大顆 這個 就叫做 展開按鈕 應該就是彈把劍出來 好 來 嘩 嘩 好爽皮 好有力 感覺 因為本身這把劍很重手 他都多些金屬位置 把劍很重手 來一次 收回印的聲音 再來 嘩 OK 長按呢 這個是把劍卻入微卻應生命體上 然後 微卻應生命體 裂開 連腰帶都裂開成一個爆炸的聲音 說明書說這幾下是傾斜聲音和摩擦的聲音 都是那些揮劍和交擊的聲音 長安呢? 這個叫做災難泰坦必殺技 但是第八集的Version 聽到中間的裂聲和爆炸聲變短了 但是後面有些很小的好像燒著了 說明書最低下面有一個 highlight了的隱藏玩法 如果開關的時候沒有壓縮把劍 再按攻擊音的話 就會有一個叫上升遇笑音音 笑音音 上升遇笑音音 真的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關了按鍵再開 我們沒有壓著把劍 直接按展開鍵 之後按攻擊鍵 OK 它會直接變成把劍 再彈出劍印 整個聲音 一下子 如果平時 對 就少了一下 沒有新的劍印出來 有一個這樣的隱藏玩法 之後呢 這把劍當然有強化版 即是用了雷電之力的版本 要換裝之前 首先要把這個蓋子 要把這個蓋子拔走 你看到很明顯有個筍位 就可以加上這個雷電的裝甲 好 很簡單的 放在筍位那裏 有兩個滴 之後再蓋上上面這塊 OK 在這裏得到雷電之翼 Laijingu Taitan Sodo 還有金甲 多了這個劍鋒 嘩 都很巨 插上這個真的很巨 剛才也覺得是有些細把 強化後之後 嘩 大到瘋 你老闆成枝聖誕樹 好 插上這個甲之後 其實就不影響到聲效 都是由剛才那兩個按鈕發聲 但是它有一個叫做 上升泰坦之劍的狀態 就是一次過按了大小兩顆按鈕 好 先試試 先試一下 好 就是有些雷電之力 嘖嘖嘖嘖嘖嘖 就生了這一塊出來 噢 按這兩個按鈕 同時也有這個雷電的聲效 好 之後再按一下剛才那兩個按鈕 我們先按這個攻擊音 這個短的按鈕 它的攻擊音是有帶了少少雷電的聲音 就是聽到尾音 那麼長按呢 這個叫做泰坦必殺技音 但是這個是第24話的版本 大家聽到除了那些裂腰帶 未確認身命體裂開之外 還有一個大爆炸聲 好 之後就到這個展開按鈕 就是這個底的按鈕 輕按鈕 按鈕 這個就是用一個大爆炸聲 這個是泰坦必殺技 第35集的版本 一樣都是聽到 後面有些燒燒了 像黑暗的聲音 好 之後我們再按 按同时间两个大小按钮一起按 这个叫做泰坦必杀技第41集 version 挺有趣的听到中间斩击声音和爆炸之间有几秒是完全没有声效 如果不是看说明书我以为把东西坏了没电 中间有一段停顿时间之后超级大爆炸 大家有看Cougar都知道 因为每次用这些闪电之力 必杀技打完之后都是超级大爆炸核爆 都完全重现了 大家先看看强化Pax 全金色的 后面也有一个按钮 这个就是解除按钮 如果大家想变回 原本普通的泰坦剑 按按钮 退出这个盒子 就可以脱了 这次的泰坦剑非常巨大 跟上次开影月剑的时候 他都会给你两个剑座 有剑座大家就可以 在桌面上 超强 极度大把 瘋了 我拍了极极大圣剑 给大家看看 之前Saber的极极巨大的 如果没有加强化Pax 就跟极极大圣剑是差不多的 但是加上强化 这个黄金的力量之后 就 抛离了极极大圣剑 有一段距离 超级大把 是正的 好 跟大家玩过所有声效 基本上能够玩到的东西都齐了 一样都是加了一些 不同的杂数 可能 有若干的爆炸声效 有些长短 声效有少少变 能够做到的都做了 声效都ok 还算够大声 加上重量感 也十足 所以拿上手都有feel 不过唯独是有少少可惜 因为在开发者blog也有说过 他原本是打算出1比1 1比1 应该再要大把 但因为 最后跟道具公司 就是Rainbow 帮东影 弄开这些道具的公司 有一些 版权上的争论 到最后 把剑都不能够 完全 1比1 去出 所以 开头我都害怕 如果不是1比1 的话 尺寸可能会有些失望 会小把 但现在拿上手 都ok的 都震撼的 我们小时候 玩DX的时候 经常都说 武器出到成把刺刀 那么小把 很肉酸 我们很渴望有这么大比例的 玩具武器那些东西 当然了 十几年前 一定没可能的 就算它出都一万几千 基本上都没可能会买得到 现在可以出这些 这么大比例的武器玩具 其实都感动的 希望这个系列 就可以继续出下去 因为很老实 泰坦剑就一定不是 No.1首选 我自己心目中 也有好几把武器 希望它出得 大比例的 玩具 好了 今集暂时玩着这么多 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给个like 分享给朋友看 记得订阅我们channel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